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烏雲蓋頂,小心趙雨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71點 收報27,087點 成交767億 今天港股是高開低走 開市的時候已經是全日最高位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這幅走勢圖 開市開步27,283.98 你當作27,284 全日高位,然後一路回吐 最低的時候,曾經跌到26,967點 即27,967點 但是收市的時候,都收回其上 曾經暗後的時候,跌幅收窄到很少 最後都是要跌一點 跌一點表現來看,其實就好像沒什麼 不過實際上高,就是要小心 今天的走勢是烏雲蓋頂的格局 烏雲蓋頂,即是高位有些調整的壓力 雙高一開之後,不能衝上去 然後開始有回吐 這個回吐壓力,很可能在未來一兩天 就會更加多的調整都還沒頂 但是,這個是一個調整來的 所以為什麼說烏雲蓋頂,小心驟雨 就是,其實我覺得,其實調整完 我覺得,無論有沒有這個技術性後秋 都好,現在這個頭肩底突破了之後 量度升幅大概兩萬七千八百區 當然是仍然有機會做得到的 國企指數也是這樣 今天上去,其實不是烏雲蓋頂 國企指數就是這個,其實是高位有一個垂頭 這個都是高位,有些壓力的表現 現在調整一點,今天最後 國企指數是升市收場的 升27點,收報10592 仍然都是,如果有沒有這個後秋都好 它的量度升幅目標大概一萬零七百區 國企指數做得比較好 就因為,內地股市在週末假期之前 今天升的,上陣指數今天升0.7% 收報3031 商底格局仍然在挑戰中 商底項線大概3048,3050區 深圳成分股指數,又是今天回升0.7% 收報9919 它是突破了商底項線的 現在呢,有可能都是回一點 做一個後秋,然後再上 它再上,有機會去回1萬零五百區 那為什麼說這個是一個,烏雲蓋頂 都是一個趙雨呢 其實走勢上高,是頭堅底 可以上去2萬7千8百區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呢,其實都是有好消息出的 不過,今天的市場對好消息沒有反應 可能就是因為技術性問題 在說什麼是好消息呢 就是中美互相都釋出善意的 美國和中國都是相繼 就是中國先,跟著美國後 就是說,將關稅押後的 美國,特朗普很難行得 在中美新一輪貿易談判展開前 互相釋出善意 特朗普就宣布向2千5百億美元的 中國貨加徵關稅的時間 由10月1號推遲到10月15號 一來這個是善意 二來其實都是對美國人有著數 因為,老實說 12月1號如果要加iPhone那些產品 又加價 其實押後到15號 押後到15號 為了應該是中美貿易談判 之後才再決定加不加 其實中國亦都是釋出善意 亦都暫停押後一些關稅 亦都是買一些美國的農產品 希望雙方在這個11、70週年 建國、70週年國慶這個大日節之前 有些緩和的氣氛 亦都為下一輪談判 大家希望做得好些 這樣的善意之下 現在市場開始吹有些風 可能中美之間 可能在10月份貿易談的時候 不是一定達不成協議的 可能有一些簡單一點的協議 未必是最終協議 但可能達成一些簡單的協議都未頂 市場對這個氣氛是比較利好的 不過港股今天對這些好消息沒有反應 所以我就說 為何要小心趙雨 可能有機會對好消息也沒有反應 即是升了太多了 升突了 要小心回頭 但是 其實剛才看過了 就是內地股市 好像深淨成分股指數 這些走勢衝了上來 挺漂亮的 回頭元 都是會再上 因為雙底 雙底 梁鐸升幅未到 內地股市是這樣 美股的走勢都是漂亮的 看看道指 道指的走勢 這裡其實是一個底部頭肩底 突破了之後 梁鐸升幅27,500區 也都是現在好像在衝上去 好了 這裡鎮一下也好 鎮完之後 可能是後秋 後秋元也是要再上 有機會到27,500 所以其實中美形勢都是好 港股是一個鎮內 都是一個調整 調整員 然後都有機會繼續再上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短線繼續都是綠燈 好了 那有什麼股份 先說一些沒有那麼好的股份 沒有那麼好的股份 說來做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昨天 有一件大事發生了 說的就是港交所 港交所今天跌了3.5% 是恆子成份股裡面 跌幅最大的股份 就收報237.4 港交所今天這樣跌 真的很壞不壞 自己拿來的有些 走去就說收購這個 倫敦交易所 初一公佈這個消息 倫敦交所就急升兩成 大家當然以為 整個市場當然以為 這兩個交易所談判的 也都擺平了很多問題 誰知道跟著爆出來就是 原來不是談判的 不是你情我願的 這次收購 好像港交所就是一個豪門 就想這個取媳婦 但是這個新潲 現在明明就是 正在跟另一個 insanely 正在行走的 就是呀 不是倫敦交易 就說要收購另外一間 資訊科技公司 但是現時的條件 就是 我就是港交所 要凝取你這個 這個班交所 不過你要先同那個 男형斷絕關係 不准和它 retract 這個條件 vlogging令這個理想 只是很奇怪 明明人家獨ofon 這個地方 你就說出高一些價錢去收購它 就要他們兩個斬攬 是不是在錢就一定解決得到這些問題 固然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英國政府原來都是未擺平的 你去收購別人的交易所 倫敦還用不需要做國際金融交易中心 它賣了一間交易所給你 你又未跟它談判 這單刁始終都是充滿變數 原來未獲英國政府祝福 香港政府昨天一說收購 就說我們支持 你支持有什麼用? 要對方狠才行 對方家長現在不同意 你說迎娶人對方家長不同意的話 那怎麼辦呢? 如果雙方是情投意合的 對方家長不同意就可能說私奔也可以 現在對方本身已經跟另一個男生走 對方家長又不同意 兩個不同意的話真的很難搞 所以今天跌了下來 不是好消息 第一 第二 就算真的可以 你要出高價去買 所以環體店看 廣交所可能有一點自己拿來衰 那怎麼辦呢? 現在不公佈就公佈了 先看著這個什麼 就是這個 9月3號低位 235.4 9月4號的低位 235.6 就是235元區 就是一個重要支持的 你真的不要很壞不壞 跌穿了下來 跌穿了下來就麻煩一點 因為小雙頂 再跌下去 到時呢 他率先破底 就是大市不破底 他破底都沒頂 那希望他能守得到的話呢 就算守不到這個 235元 都一定要守住這個前堂底 就是8月15號低位 226.5元 226元左右 如果不是呢 就是自己拿來衰 那股價呢 那些股東陪他一起拿東西 好了 說完衰的 這樣就有些好的股呢 那恆子成份股裡面呢 現在呢 可能不是一線股 但是其實都值得留意的 就是什麼呢 轉回好的股 好像國壽那樣 外地保險股 你看國壽 走勢挺漂亮的 是不是 突破了 你當他這個小雙底 高低腳什麼都好 突破了上去 吐幾天之後 現在 噗噗 開始踩油 是不是 挺好的 其實照良度升幅計 他還沒升完 可以重探這個 之前這個高位 21元的 大概這個區 就是還有些水位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們 內地保險股 近來 他們投資很多 內地A股 A股做好了很多 所以水漲船高 是吧 值得留意 另外一隻股 就是萬洲 萬洲 第一 中美關係緩和 一來對它有利 大家互減關 不急於加關稅的話 對它有利 其二 豬肉股 大家知道 豬肉股價現在多貴 特別在香港 現在香港的豬貴 全世界最貴的了 你感同身受的之後 你就買回 或者留意一下 萬洲國際 對沖一下自己吃豬肉的貴價 你看它是頭肩底的 又是 這些照良照度升幅 有機會去百元以上的 現在 剛剛突破而已 都可以看看 所以最後精選兩隻 就好一些 一隻是國壽 另外一隻就是萬洲國際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明天是中秋節 不過又是黑色星期五 大市可能有些回憶 個別股份 可能繼續會好一點 但我看到大市回憶之後 仍然有機會再上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